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們 GameplayHK 我是 Eddie 繼續和大家玩一拳超人無名英雄 有網友把我這個英雄改了名字叫宋火俠 亦都有人叫他兩盒粉絲 其實沒有抵觸的兩個名字混在一起都可以 好,今集我們努力 大家看看右上角,我們要1640分的貢獻度才可以再做主線 好可憐,又要努力一點做副任 有優惠券送給我們 騎玉老師就對了,一起去吃東西 可以撐桌腳了 不如我們直接一張券給他 要不要拒絕我,畢竟是美女,還有兩雙東西在背部 是不是你把優惠券不吸引,與我無關 有隻馬在,他想要嗎? 你擺放在什麼位置,變態人? 好,當然不給他 他純粹恐嚇他,這個人 對了,老師來了 應該做一拳打到人道毀滅 抗金拳,抗金 快到這樣 一張可以四個人使用 為什麼不是兩個人? 叫做傑洛斯還有一個位置 這麼簡單? 幸好有一拳超人在這裡 咦,再做兩三個就悶了 お疲れ様です 先日の事件解決,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その事件に関して,情報提供のお願いになります 桃源団と ハンマーヘッドを狙っていた謎の人物について 詳しくお聞かせください お疲れ様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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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失礼します 我們走向街見到King 怎麼樣?你買了一些扣女的遊戲回家玩了沒有? 我們用不到King的,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什麼 不過會在戰鬥途中亂入,到時候有機會展示給大家看 現在我們先找Nah 是不是可以拜師?學幾招? 要10年時間 可以打一場了,又說去道場 看我超能力 這場又是那些只有30秒那些 我們打不死他,只是去冤枉他 都扣了一格,給多一點時間可以打死 有沒有搞錯 好,完成 給多一點時間我打贏你應該更加有幫助 我看來我是做工人,你想我 你是不是搞錯了 其實現在在練超能力,我要找另一個拜師才對 一有背音就是有重要事情發生的時候 遊戲很省皮 我會小心送貨,放心 最近很適合 我已經是祝禮師門了 咦,講到奇玉學進入了英雄協會的劇情 但最殊沒得看他考試那一刻 體能考試全爆燈 各位玩家說是第一隻家用的一拳超人遊戲 當然想加多一點奇玉老師的角度 好啊,是嗎? 老老的,選下面 正常大家都選上面應該是吧 好 先生,你失礼的口說的請問 喂,我放開 但先生 後輩就是事實 所以,今天你成為医療 請客 有些沒問題 我先在這裡 那,你也可以帰家 回到方向 途中也一樣 那就走吧 經過考試,其實 奇玉老師就是C級 傑樂師就是S級 我就剛剛中間是B級 哇,拍拖了是不是? 又是英雄之間的鬥爭 經過很多人 這個樣子就快點滑倒 合格者セミナー的続き 誰 好,做吧 有奇玉老師,但我想自己再打一會 這個垃圾A級 爆尾 看我超能力 去吧 有些功教,好像是成形拳 差不多了 老師,你出場吧 先吵氣 很生氣,看不起我們C級 是 代理不作 後背不是要提拔嗎? 在互相殘殺,活該 是 嘩,全S 會有英雄評價,好棒 回家 阻礙我們回家 還要做 還要做 怎麼會有奇老師呢? 是 我現在的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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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可以看到那些 避難が必要だったりする場合の大災害や危険な怪物が出現等の大事件だけです 先生は強力な怪人や誰も手に負えないような悪の軍団ばかりを相手にしてきたから知らないでしょう C級ヒーローは主にひったくりや強盗、通り魔などを退治して過ごしているようです C級ヒーローは自主的に活発な行動を続けないと生き残るのはなかなか難しく 挫折して転職する人が多いらしいです サラリーマンの飛び込み営業のように足を動かして成果を出さないと誰も評価してくれないんだとか 漫画読んでる場合じゃなかった 行きますか いやお前はついてくるな S級のお前と一緒だと何か活躍した時にC級の俺の手柄だと認めてもらえない可能性がある しかし弟子として ジェロス 俺は元々はヒーローになりたいという強い思いがきっかけで筋トレしてここまで強くなったんだから お前ももしかしたらヒーローとしての高みを目指して生活してみれば何か変わるんじゃないか ぶっちゃけお前サイボーグだから 体を鍛えるとか関係ないし気持ちの切り替えで強くなること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つまりパワーや技術面での強さではなく まず精神を鍛えるのだよ そのために厳しいプロヒーロー業界で勝ち抜いてみなさい お前はS級のランキングで10位以内目指してみなさい それが当分の修行ってことで あれ? 自分でも何言ってるか分からなくなってきた まあ雰囲気でごまかせ 大傑楽師好受的 なるほど やってみます 納得してくれた あーよかった お前はお前で頑張ることだな じゃあ行ってくる 總叫做做到老師要做的事了 音速SonyHard 是不是修理好了 健身車好了沒有? 接著要2970分才可以再繼續 努力點 這邊有棋肉的任務 看看 店舖外面 可以撐桌子 限時60分 杰洛斯說想去廁所 但你生化人會不會好一點 我們正常人去廁所都要看時機 旗玉就很有信心 突然怪人出現 什麼事? 連餐廳都難得滑 對嗎? 就想著他會不會滑吃東西 那一段 現在拍招牌做什麼 還要招牌是商店街 有炮彈 叫師傅來Walker 一拳就算 我們準備用大技 非常好 我們準備用大技 我自己 被傷害 營造爆炸 我們出了新唐應該可以再吃多一點 如果可以畫他們吃東西,開心心的樣子就最好 如果有更多有趣的畫面就更好 因為如果大家不看劇情,我覺得沒什麼損失 就這樣飛去,就這樣打一場贏了就算了 唯有我選一些有趣的,有趣的就給大家看 又升一點 應該是傑洛斯吧 沒有 突然間在這裡我看到童帝,應該可以做完這個任務可以用到童帝 新武器 我們要測試 是不是可以幫我裝在兩個紙箱上 紙箱武器 不是,紙箱戰機 聊天後就做完一個任務很好 這樣才是有用的副任,對不對 只要任務全部叫我聊天,不要再叫我打 終於可以對戰那隻用童帝 還有很多形態 神經病 機械還要有B,C 還要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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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個B形態一身 現在有個背囊在我們的背部 然後加上必殺技 書包燃燒器 即時又可以接多個任務 好可憐 我的酸包和紙箱不合 我們看看我們的S級英雄的背囊會是怎樣 都很震撼 而且其實跟童帝的一鬼一樣 按死三個 其實會超能力比較好用 但是它的攻擊距離都很遠 你看 剛剛的空袋被它打到 有沒有這麼準確 只是馬 你不是跑步 還是會 中了東西 不斷燃燒火 它會中的 走過來一會 哇 很爽啊 沒有向前 好像中了 很爽啊 我以為可以 搞錯 沒有向前 這招 狂燒它 狂燒它 再來 哇 可以這樣連的 你看 神經病 二十幾圈 這招一燒也有 如果這樣 其實不用客氣 我幫你又可以做副任 我差2000分 大佬 還可以立即再接 童帝的任務 它背部的那個更厲害 好像金屬騎士那件 沒有 繼續用剛才的招 哇 有飛彈的 燒它 燒它 差不多了 招熟你 狂屈狂屈狂屈 有沒有觀眾都玩這個遊戲用過這一招 很棒 你看 神經病不斷中 我要做點氣 可以 再來 好可憐 沒有落地 好可憐 多招幾下 現在存到二 可以連燒兩次 再去 再多招一招 哇 可以 我喜歡 可以嗎 可以嗎 拜拜 吃東西 再擊它 哎呀,怕漏了幾下 拜拜 真是 搞定了 她說她是機械人 我當然不客氣 哇,童帝應該升到滿了 好,接著我接到一個答問題的任務 這麼簡單 其實一拳千人粉絲應該很簡單的答 很簡單 大家記不記得災害的分級嗎 這個是龍 這些任務都還好,不用打 很快就可以搞定 接著我們可以回家 童帝在我家等 什麼事 幹什麼 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和你成年未 你只不過是十歲 是否和英雄滿了評分就會 他們上來我家參觀 算了 趕快走 免得被人說我亂課 好,幾經辛苦做完這個任務 就完成我們的分數 我們交個鬧鐘給這個人 好 準備好 隨便 快點 急なご連絡で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緊急事態です 先ほど市民の皆さんから 街で怪不得人物が暴れていると通報が入りました 現場となった場所や 最少となる容疑者の特定ができていません 不申請,在街上的聞取,請到現場上急行 所以請到你來的工作,請多多多 接到電話,我們要在街上調查一下 這就先玩到這裡,其實我已經玩了很久 最好就是拿了童帝的書包 燃燒器大家看到真的可以無限連,還可以接駁幾個輕拳 各位有玩這個遊戲,有沒有這樣連過 大家等一會很快,下集再跟大家做主要線 下次見,拜拜